這談到到底怎麼了 台灣至今無完整寫清報告 對的是公務人員也不敢做 彰化事件引發的寒蟬效應 他的後遺症令人難以想像 這會有黃泉心態 我高高在上 所有的東西都是我的 如果你不願意的話 那麻煩你申請 還敢把這件事情在公開場合宣布出來 為之汗言 我覺得台灣的公務人員 真的是一點人權觀念都沒有 另外一點法律概念都沒有 真的一種基本法律概念都沒有 好我看到一個報導是說 什麼醫療應變組副組長羅毅君 那個根本就是敗君 羅敗君 好就是疫情指揮中心 一個年輕的台大的醫師 後來被徵調去惡搞我們的這個疫情 就是武漢肺炎中的一個 的一個廢汗 好 他們說什麼呢 就是說 過去大家捐血的這個血庫裡面 的這些血要拿來做 有關於COVID-19的血液方面 血清方面的研究 所以呢 通知大家 就是你們當時捐的血 你們捐血 這些血我們會拿來做血清研究 當然廢話講一大堆嘛 武漢最擅長的就是肺炎嘛 給你講說我們這些資料不會洩漏個資 不會怎麼樣 不會怎麼樣 但是我告訴你 當政府告訴你說他不會的時候 就是他會的時候 對我跟你講就是這樣子啊 我是預言我是先知 所以在兩年前 一年多前 當這個 唐鳳躲起來 當他發明什麼 出入場所要實聯制 要掃QR Code 我根本就沒有在甩他 我從來不會讓我的電腦去掃QR Code 但是你有個選擇嘛 就是你可以用筆去登記 對不對 登記你的姓名電話 我每次都寫大笨鐘 然後電話098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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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入這些公共場合 包括什麼這個超市啊 這些地方 門口擺一個 你自己填嘛 對不對 要你不掃QR Code 你就要自己填 我填完就進去了 沒有 從來沒有人拦過我 對不對 如果他問我說先生 你會不會停車 我說沒有啊 我就是大笨鐘啊 不然怎麼辦 好 好 那現在在講這個羅毅君的這個部分 他說6月30號以前 如果他就說你們這些人的協議 我們要去做額外的實驗 就是要拿去做這個 Ormicron的血清研究 如果你不願意的話 6月30號以前呢 你要表示意見 你要承報 就是你要來告訴我們說你不願意 天吶 這是什麼人權觀念 這是什麼法律概念啊 今天捐血人捐血給你的目的啊 是要救人啊 捐血一代救人一命啊 人家不是要來給你當白老鼠做實驗的啊 今天如果你要擴張你的契約行為 是你要主動去跟這些人去換約 增加一個讓他同意 把他的血液拿來做科學研究的 另外一個彈書條件 而不是倒過來用 如果你不願意的話 你要來告訴我 懂了嗎 所以他今天要弄任何一個人的一滴血 要用這種方式 我在這邊就是誠懇的告訴這些捐血的朋友們 去告他 他絕對會被告到非洲去 就是說當時你們捐血的目的 是為了要救人 不是為了要做血清或者做什麼研究 當然也許你願意做這些研究 我沒有意見 我覺得幫忙這個政府去做相關的研究是對的 也是很好的事情 但是政府不能毫無法律概念 更不能如此便宜行事 就是說 你給了政府的東西就是包山包海了 就是我要怎麼用就怎麼用 除非你不同意 你不同意 那你來你來你來你花時間力氣來告訴我 你來報告說你不願意 完全錯了 這整件事情 請政府呢 拿出小學生的法律概念 倒過來 今天很簡單 小明把一支鉛筆借給小王 跟小王說 這個鉛筆喔 就是放在你的桌上 給老師檢查用 老師檢查的時候你就放在那裡 這樣表示你有帶鉛筆來 好 結果呢 這個小明借到了這支鉛筆之後 就拿來去寫 然後寫了以後 把這鉛筆用掉了一半 但在這之前就告訴小王說 你這支筆喔 借給我用 我待會回去拿去寫字 除非你不願意 如果你不願意的話呢 請你來辦個手續 寫個你不願意的書面聲明 這就是今天 政府的腦袋 連一個幼稚園學生都不如 如果今天我借給你的目的是這個 那就是這個 如果你需要做其他額外的用途 是你要來取得我的同意 不是告訴我說 如果我不同意的話我要告訴你 所以今天這個政府你可以看得出來 這政府有皇權心態 就是說我高高在上 你們呢 所有的東西都是我的 率天之下莫非亡土 如果你不願意的話那麻煩你申請 還敢把這件事情在公開場合宣布出來 我真是覺得 我一隻漢眼啊羅宇軍啊 你在台大受的社會科學訓練啊 你在台大七年的醫學系 你該不會沒有上過任何社會科學的訓練吧 你的老師是誰啊 怎麼會教出你這種學生啊 好 為什麼今天疫情指揮中心緊張 開始要做血清檢驗 我相信跟風傳媒 信傳媒的這篇文章有關 這篇文章的標題揭露了台灣整個防疫不只大落後 而且呢 完全沒有想到最關鍵最重要的基礎醫學的研究 就是這個標題是台灣至今無完整血清報告 對的是公務人員也不敢做 好跟大家分享信傳媒的這篇文章 2019年彰化世界引發的寒蟬效應 他的後遺症令人難以想像 就是這整篇文章的重點 大家可能忘了這件事情 我們來把這件事情往下走 因為我覺得這件事情真的牽涉到台灣的這一些政府 這些高層人員便宜行事的遏制 你知道當初彰化做這個時候被查水錶被查稅還被告 蘇偉碩醫師提出中故被告 這就是今天的政府 好我們往下看 2019年這個肺炎爆發之後 世界各國專家透過血清抗地檢測 逐遍掌握這個社區感染的情況 那進一步對於篩檢藥物啊疫苗啊邊境是否開放 提供有效的大數據的資料 那麼在2021年的5月份 好了2021年的5月份全國各縣市也開始做 那跟指揮中心配合在Alpha這一波變異株流行 採用彰化線2019年跟2020年採取的這個血清抗體的檢驗 來輔助疫情 釐清很多社區感染的一些感染的途徑 並且適時壓制社區感染的擴散 不過回首2020年的8月 指揮中心大動作的派出正風調查台大工衛學院 跟彰化縣衛生局所合作的萬人血清抗體檢驗 讓原本積極做這個抗體研究的計畫被迫終止 今天呢 今天指揮中心說 你呢要做我不准 今天現在我來做問題你現在做已經太遲了 而且剛才我講的你做的這個問題是 你毫無人權法律的概念 好我們要回首這個2020年的8月 這個疫情指揮中心大動作的用司法的跟正風的 這個雙重恐嚇之下去調查彰化縣衛生局跟台大工衛學院 後來好像不了了之似乎踢到鐵板 因為引起了學界跟政界的大反彈 那麼但是你這樣的做法就是 原本我們在2019年大規模的做這樣的寫清檢驗 我們很多的基本資料大數據就可以慢慢的建立 你延宕了將近兩年 現在你說你要自己來做 而且你要做的手法竟然是一個侵犯人權 沒有法律概念的霸王硬上功的方式 好 那麼台灣現在呢兩年多來防疫啊 他最大的這個重要的事情要靠個人的經驗跟主觀認知 就是說台灣現在這兩年來啊 那整個防疫食物的狀況 就是沒有科學數據 純粹憑著大笨中跟著幾個武漢這個講肺炎的武漢 每天腦袋裡面的搜主意來主導今天台灣的疫情 所以才會搞到今天這樣子的2266 這中間講到的是這幾個人全憑個人經驗 什麼動態管控啊 然後什麼這個落後部署這一切都是因為沒有科學根據 好 現在究竟有多少比例是自然感染的 不知道 這些東西都需要寫清流行病學來回答 自然感染的是測抗核肝蛋白 跟疫苗的抗擊蛋白是不同的 那麼新冠已經邁入第三年 隨著病毒不斷的變異死亡人數增加 究竟台灣有沒有一份完整的寫清報告 我現在念的是信傳媒上面的這篇文章 供民眾呢能夠更清楚的掌握 就是要了解社區感染的途徑是什麼 到目前為止 不知道 因為做了寫清的這些檢查檢驗跟分析之後 我們可以知道社區感染的途徑 高峰期是什麼時候有多少人染疫過 這些呢有寫清報告才能判斷 感染過跟打疫苗過抗體的差異 而且也能夠去判斷有些什麼無症狀的有症狀的 真正感染的黑數有多少 政府遲遲不做 是因為想要用紙來煲火 直到紙煲不住火 發現 李子面子都濕了 面子已經不重要了 所以才自己摸摸鼻子來做 那請問你 比你早兩年超前部署的彰化縣衛生局 跟台大公衛學院 你竟然用查水表 用正風查帳 然後又用各種各樣的什麼司法途徑 來對付那又是怎樣呢 我們再往下看 彰化萬人血清抗體檢驗計劃是2020年 台大公衛學院協助彰化縣衛生局 在全國的第一個率先使用血清抗體檢驗方式 進行的疫情調查 並且發現當時彰化縣有關這個 新冠肺炎高風險的高暴露的族群 包括了確診者的接觸者 檢疫隔離的人還有醫護人員 他們的抗體陽性值只有萬分之八 他們以實際的數據來證明 當時彰化縣的新冠肺炎 無症狀感染率不高 武漢豬的病毒在彰化縣社區傳播的風險也不高 這些東西真的就是要數據 沒有別的方法 其他都是判斷猜 什麼境外移入 然後做大內宣做大外宣 以為把所有的問題丟給病毒 然後病毒的問題就丟給阿強的陰廟 一切都是阿強的陰廟 事情是要計劃 你就覺得事情可以解決嗎 對不對這就是這就是這就是疫情指揮中心這一兩年兩三年來幹的事情 好那國外呢是這樣子的 英國就是每個禮拜做全國性的社區血清抗體的監測 那麼當時張外縣的衛生局長葉彥博 為什麼可以做 因為他有很強大的而且完整的社區公共衛生服務的歷史基礎 其他縣市沒有辦法像他這樣 在疫情中啟動高風險族群的血清抗體疫情調查 只有他的公共衛生團隊有辦法 結果呢 因為他做得太好 所以讓大笨中顯得自己相對的無能跟無知 所以他不對付葉彥博 那他要怎麼樣睡覺呢 再往下看 那在信傳媒的這個訪問了一些專家 他說彰化報告所提出來的科學防疫的資訊 已經協助建立了彰化模式的精準疫調跟廣泛篩檢 以及精準的防疫的高雄模式 這兩個精準的疫調模式 在Alpha這波病毒株流行期間 更被指揮中心跟各縣市採納為標準的防疫措施 幫助地方政府控制社區的流行 這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專家告訴信傳媒 你看多可憐 專家連發表專業意見都不敢透露姓名 這台灣到底怎麼了 這位專家說 如果你問我台灣目前有沒有一份完整的寫信報告 答案是沒有 好 他說疫情怎麼傳 跟有多少人感染過 當然有關係 要怎麼樣知道有多少人感染過 這一定要有寫清的抗體 有數據才能說話 但現在就是沒有 沒有就是沒有 數以至之呢 這個蠻橫的蠻憨的 這個 武漢 就是在這個大笨中的領導下的 每天講肺炎的武漢 所做成的公共衛生決策 他說前幾波除了PCR確診的人叫確診其他人都沒有感染過嗎 這樣是錯的 可是沒有資料就不知道 血清抗體本來繼續做的好處就是在這裡 可以知道有多少人感染過 有多少人是打過疫苗 有多少人是感染無症狀 都可以了解 好 那麼第二個就是 那個時候沒有疫苗 我們測出來有抗體 等到有疫苗之後才能夠比 說疫苗打在台灣人身上 跟感染的差別 這都是科學 有感染才能夠有預估 假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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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下的新闻大人 下星 下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